为了方便身障民众上下车 一般身障停车阁旁都会画上白色的斜纹进空区 提醒民众不要占用了 不过大多数民众不知道这进空区的作用 加上画的实在太像机车阁了 时不时就会被占用 桃园市交通局就提醒了身障停车阁旁都有标示 如果违规依法可罚600到1200元 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位旁 通常可以看到一整排画上白色斜纹的区块 但您知道它的用途吗 进空区 不太清楚耶 民众想了想还是没头绪 不止这位先生 大多数民众都不知道 其实这块白色斜纹区是身障车阁进空区 方便身障民众上下车 不过因为画的实在是太像机车阁 三天两头就被占用 我会觉得民众应该是不清楚 那个车阁的使用方式才会停到那边的 身障都有一些标示跟图示 那你还停进去也蛮奇怪的 对比机车停车阁跟进空区 相似度真的高达八成 不小心的确会误停 但交通局表示 身障停车阁旁都设有提醒标示 民众不论是误停或是违规占用 依法都能开罚 身心障碍专用停车阁呢 以及停车阁附属的这个进空空间呢 都是属于车阁的一部分 那如果占用的话呢 会除以600到1200元的罚款 避免民众占用身障及富有车阁 交通局在公有停车场 设置了占用特殊车阁的检举QR Code 但每年仍有将近1000件的违规案件 未来将持续加强宣导 完成了占用特殊车阁的过程 有点越来的 越来越来越至越了占用了占用